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頻道,我叫樂年 今天我們是想有一樣東西通知大家 因為大家聽到我 四十六點四十日 我忘記上了一個影片 有些技術問題 這些技術 技術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連續三日 或者兩日是英文的 放心,我不是 什麼撈亂了 是 是跟著那個表 就是重型重型的 對,挺難說怎麼問 尤其是中文也是 所以都要浪費 只是想跟大家說 那次 即是幾天之前 我就 就 相信做不到 所以呢 那時候 英文對英文呢 是 正常的 沒有什麼大礙 即是數 所以呢 就是這樣 多謝了 所以今天的影片 真是假笑的 那我就教大家 你要帶 那我就教大家 怎樣去充足地給課 現在開始了 第一步呢 你就要一本書 就要一本書 那拿完書 就來第二步了 第二步呢 就是你要一支 原筆 以及一支 螢光筆 原筆 或者原心筆 來上 什麼 總之可以寫的東西 就可以了 還有一支 螢光筆 第三步 就是你要有一部 翻譯器 好了 或者最好一部電腦 或者總之 或者iPad或者手機 什麼都好 總之可以翻譯的 裝置 就可以了 第四步 打開這本書 等一下 打開完之後 找 找些小件的字 但是如果你全部都常見 那我恭喜你了 你只需要小一點 因為你什麼都懂 基本上你全部都常見 你那個不懂的字 中文或者英文 都沒所謂 不過如果中文的話 就 嘻嘻嘻 除非你懂英文 如果不是呢 那就是個問題 這樣就 是個非常刺激的問題 翻譯完之後 就寫在這裏 還有呢 如果有些字 你可以寫上 英文的意思 和中文的意思 也好 好了 你有需要的話 還有 也選到那個 哈哈 如果有些小件的句子 你也可以 尖住它 然後說個意思 多少 謝謝 謝謝 希望你喜欢這個 影片 你可以尖住這個 我喜歡的 如果你有想問的話 可以射住它 隨時都可以 留意 好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可以按訂閱 謝謝小剋 大家可以 拜拜 太快了